草屯地震事务所主任梁崇志详细的解说此次展出的珍贵文物 从档案到测量仪器内容相当的丰富完整 还包含如日据时期的土地台帐 电脑化钱人工纸本地价车 平板光波测记忆等 期许透过该展增进与民众的互动 让民众对地震业务严格及发展过程有更深刻的了解 增进地震业务的推动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由南投县文化资产协会 梁志总理事长提供的 从清末 民初 整个从光绪年间的一个 跟日期时期的一个地契 账单 还有登记证 甚至还有卖身器 那第二个部分是早期的罗盘 经纬鱼 还有六分鱼 航海用的六分鱼 平板鱼 还有水准鱼 到现今的一个卫星定位系统 都在这次的一个展出的一个内容 曾丽卷老师展出的23幅小品的水彩画 以花草为主题 内容风情万种 提供丰富有趣赏心悦目的心灵鸡汤 我们这边稻子收购完以后 他们会画那个撒粒肥的种子 就是油麻菜花 所以像这幅画就是在草屯那个 稻香路那边 我们日清国中附近那边 摇过去可以看到后面的 加楼山那边的那个风景 天眼风光 就是我们生活在乡下地方 对这种景都会特别有感情 尤其我这个增加大 我对这个我特别爱 先员廖主佑表示 地震业务与民众息息相关 草屯地震相当的用心 文物保存相当完整 让来此的民众能够深入了解 草屯地震发展的过程 并且结合郑丽卷的水彩作品 让此次的连展更具有可看性 值得大家一起来参观 还有包括 配合搭配我们这个 我们的当地的画家 丽娟他一起来 把我们的整个地震 地震的书所 可以说在这边展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地震书所 每天出书入人非常的多 那这边这样的一个展 也能够让我们的这名 来这边办事的人 感到有来 除了来洽工之外 也可以欣赏到美好的画作 我想这个是一级速得的 一个好方法 展期至12月31日指 内容包括地震文物展 数十件难得一件的 文史资料及水彩连展 让民众在义文的氛围中 深入了解草屯地震发展的过程 记者洪一轮草屯镇采访报道